深度 创意 趣味 在谱写一个故事的时候 但凡能把其中一点做到极致已然不易 但一直深根于短篇漫画的九景良子小姐 很明显不清楚道上规矩 2014年开始连载长达十年的 生涯首部长篇漫画《迷宫范》 故事包含但不限于迷宫探险 魔物狩猎 美食料理 种地 缝纫 化学 解剖 政治斗争 生态环保 哲学思辨 某精灵的演绎大大会 酒井老师 我全都要 各位观众网友你们好啊 我是Anime Fan 本期来和大家聊一聊 太贪心了吧 跟迷宫范方方面面的背景设定 剧透是不会剧透的 酒井老师创造的架空世界 真实复杂有趣 几分钟的时间能帮您厘清个大致脉络 我就已经功德圆满了 相信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这种 涉及到脚趾缝的奇幻故事 那一定不能错过本期 推荐的突袭暗影传说 运营超过四年 Red Shadow Legends 一刻没有停下 一直在更新 现在儼然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 玩法最为丰富 内容最为庞大 画面最为精美的 中世纪暗黑风格RPG手游 无论是雷电专精的大法师 手持神圣之锚的高等精灵战士 还是蜥蜴人 恶魔 天使 或者 奇美拉 每一个角色都是收工打磨精细到脚趾缝 游戏部分除了主线故事以外 还有PVP斗牛 工会团本 竞技场 锦标赛等等一堆玩法 经典回合制战斗模式 技能华丽流程顺畅 对于难度不大的关卡配备一键扫荡 PC端和手机平台互通贴心有方便 至于大家都关心的刻度方面 我拿刀逼问过克服了 他们大方承认金钱的力量 但一直和我强调 用阵容搭配啊 技能相生相克 抱团赚资源等等方法 有脑子也能让英雄变强 每个版本更新还有大量福利赠送 无客也能爽玩 从4月11日到7月8日持续登陆七天 即可获得五星传说支援 叫Adeline 使用影片下方 Anime Fan专属链接 或者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游戏 即可获得史诗级角色 高等精灵泰瑞 升级到25级后 还可以多一只史诗角色 德拉斯校长 你也能在游戏中的工会找到我 玩你了萌萌哒 来点硬家伙吧 突袭暗影传说 登陆加入 迷宫犯中的种族设定 多取自魔界作者托尔金创立的世界观 目前在故事中登场的智慧生命有 长生人 半生人 精灵 矮人 地精 巨魔 半兽人 以及狗头人 由于长生人 半生人 精灵 矮人 地精 巨魔 这六种的骨头数量一致 通称为人类 而半兽人和狗头人 骨头数量与前者不同 而且人口总数差的很多 被称为亚人 虽然不同种族间 从外貌 文化 到寿命 生活习惯都有区别 但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生殖隔离 就是说 有心的话 开一局 都是欧XXK的 本作主要迫害 I mean 欧莱斯主角团 天赋异禀的 强力魔法师 马路希尔 她的母亲是精灵 而父亲是长生人 所以她就是 Half Elf 半精灵 比起 纯血精灵 比较圆的长耳朵 是混血种 外貌上的主要特征 虽然因为出生 经常被歧视 但科学研究表明 混血比纯血精灵 普遍优秀 还有一点就是 混血精灵 并没有生育能力 对此欧莱斯评论道 不就是罗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动画最近 新加入主角团 异形的 丸包 并不是什么猫人 本来是长生人的她 小时候被黑魔法 将其灵魂和野兽融合 成为了 人工合成兽人 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猫人这种物种 所以它的存在非常吸引 特别是对一些有特别癖好的人群来说 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然其本人非常苦恼 一心想变回人类就是了 精灵 矮人 地精 三种的平均寿命都超过200 精灵甚至可以来到400到500岁 被归为长命种 对应的剩下五种则为短命种 无论长命种还是短命种 人类还是哑人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 智力层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区别 想得来 巨魔也有聪明鬼 精灵中也有未开化的食人族 但放眼这个世界 显然长寿种的文明占据主导地位 历史涡流中心就是两大阵营 精灵vs矮人地精联盟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同时强势的长寿种文明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周围的短生种 比如人类会觉得貌如精灵的人很鲜很美 而半生人则会认为强壮如矮人的存在非常有魅力 当然之前讨论的是以族群角度出发 放眼到个体上来说 时间流速的不同会使绝对年龄的差异没有实际的意义 举例来说 一个29岁的半生人和一个50岁的精灵妹子 后者几乎比前者年长一倍 但29岁的小哥在平均寿命不到60的半生人中已经人到中年 可能是几个孩子的爹 而50多的精灵女子在平均寿命300多的精灵族中 对应长生人才11、12岁 对 马露西尔 尚未成年 真 还是个孩子啊 所以缠他身子的猎位可要想好了吧 长生种这是没有问题 精灵那边很可能是80年以上的有期 虽然说各个种族之间没有绝对的智力差异 但毕竟人种不一样嘛 你练三年跳高可能才到肯尼亚初中体测的极客线 在迷宫犯的世界中更是如此 长生人没啥好说的 干啥都行干啥都一般 从战力角度上来说不是首选 但文化娱乐的点子很多 能歌善舞 在各个人种中都吃得开 另外长生人无法分辨精灵的年龄 不要怀疑 你确实是分不清的 半生人 心灵手巧 五官敏锐 擅长开锁 陷阱排查等等技术活是没错了 但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魔法适应性 在所有种族中都是最差的 所以一般半生人不会离开群落 而但凡离开的都是狠人 精灵擅长魔法 无论充当魔法攻击手 还是后勤治疗师都非常优秀 问题是传统精灵普遍性格孤傲 可能没什么坏心啊 不过会把你当成幼儿或者玩物看待 高人一等的刻板印象让他们人缘不佳 特别是在矮人和地金口中风平几场 果然是精灵会做的事 是两者共同的口头产 矮人 熟知矿物 擅长锻造 喜欢挖洞 但也有一些另类的 喜欢别的东西 比较长生人来说力量更强 但耐力不行 走两步就会累 矮人敏锐的半规管 让他们很容易晕魔力 通过转移魔法的时候 头晕恶心是属正常情况 另外矮人都是脸盲 他们无法精准捕捉他人的面部特征 就像我们看不出精灵有多大 矮人也看不出长生人的大概岁数 碰上双胞胎就更别提了 连性别都分不清 地精 古老的魔法种族有着独自一套的魔法体系 可将例如水元素温蒂尼当作伙伴一样训练操使 就魔法使用的方法论上来说和精灵系有着根本区别 也是双方看不对眼的主要原因 巨魔 身材魁梧 肌肉发达 迷宫探险 攻击手的最佳人选 问题在于有着和体型相匹配的恐怖食量 由于聚落难以流动 粮食短缺等诸多原因 近年来人口不断减少 脑袋上的脚是真家伙 但并没有因此多出两块骨头 半瘦人 看上去身形庞大 但体脂率意外很低 对外残暴凶狠 因而长期被长生肿 特别是精灵打压驱赶 当然谁先动手的 谁知道呢 只知道他们审美有自己的体系 精灵长得老难看了 相对应的 兽人对内却是温和友善 群体等级意识很高 协同能力很强 另外嗅觉灵敏 识人方式主要靠气味 所以想让一个半瘦人记住你 最好的方法是不洗脑 狗头人 比起半瘦人有着更为发达的嗅觉 靠气味就可以分辨出是什么种族 因为不同的身带构造 不擅长共同语的发音 所以你觉得他呆呆傻傻 但其实人家哥哥什么都懂 危急时刻也会露出獠牙攻击 是很容易让人错误判断的厉害族群 迷宫犯的故事 从头至尾 所有惊心动魄 好吃好笑的冒险 都发生在一个岛上面 虽然地方不大 但倒有着悠久的历史 相传曾经存在过 金碧辉煌的王国 但因为不明原因而灭亡 又因为岛处于东西大陆隔海相望的战略要冲 前年来精灵和矮人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拉扯 历大的征服者给岛取过很多名字 而这些名字在时间中风化 搞得现在人们就称此地为岛 最近一次争斗是精灵的胜利 精灵之王将岛赐给了附近的长生人管理 而后者在岛上建起了村庄 名为梅利尼村 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却因为六年前地下迷宫黄金之国的一万哈县 众多寻宝的冒险者蜂拥而至 小镇迅速发展 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繁荣富庶的地方 岛距离东方大陆并不远 狭窄的海峡对面便是著名海港卡卡布尔多 作为登岛的必经之地本来就是繁华的地方 这几年更上一层楼 随着经济繁荣 文化 贸易 学术教育都得到有力发展 马鲁西尔和法陵就读的魔法学校就在此地 通过连接城市的道路向北 我们能来到大陆东北方的都市 伊斯坎达 这里是崔市长森西的老家 向南可以来到半生人切尔查克故乡的村子 于是我们将视野放大得以窥见这个东方大陆 由此往南来到南方大陆 与东方大陆一起是矮人 地经 以及半生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 以东方大陆为中心 向北来到北方大陆 除了山安就是雪的苦寒之地 多以长生人在此定居 也是主角莱欧斯的老家 向东则是东方群岛 是长生人和为数不多聚谋的聚集地 因为上古时代的契约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长命种涉足此地 闭关锁国 你改都没有 好处是社会安稳发展 没有什么世界大战搞出来的迷宫问题 但问题是居民普遍没有见过世面 会把半生人认成小孩子 将地经和矮人搞混等等 修落一行人以及玩包的老家就在这里 我们将视野投向海的另一边 首先看到的这一整块大陆 西方大陆 其实是最没用来 作为精灵和矮人大战的古战场 战争遗留下来的众多遗迹 已变成迷宫 成为了祸害周遭魔物的温床 虽然土地广袤 但宜居的地方出奇的少 人口主要以短命种的长生人 和更加适应极端气候的亚人为主 喀布尔出生的迷宫都市乌塔亚 和狗头人小黑的老家都在这里 而西方大陆以东 两块以中央命名的大陆 没错 就是精灵的地盘了 其中北中央大陆 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精灵芒果 精灵女王就在这里 把长生种的影响力投射全世界 唉 说了这么大一圈 但绕回来 故事还只是发生在 这只有放大才能看到的岛之上 移岛亏得世界是傲慢还是浪漫 酒井老师 我全都要 最后之前一直重复但没有解释的最关键的词 迷宫 迷宫范里的迷宫 虽然没有跳脱动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魔舞楼层宝箱怪的传统框架 但设计上却有独到之处 首先 迷宫不等于地下城 故事中的迷宫分为矮人室 地金室和精灵室三种 矮人室就是矮人挖出来的巨大战壕 或者人工矿洞 这种确实可以称为地下城了 而地金室多以塔楼建筑物为根基 往上往下都可以 卡卡布尔多以南的夜窟之塔就是标准的地金室迷宫 另外精灵室 西方大陆上非常常见 酒井老师没有细说 可以推断和古早精灵的一些魔法召唤仪式有关 形成迷宫离不开 天时 地利 人和 先说天时 迷宫并非死物 它的最初诞生和异次元魔力链接有关 除了少数自然形成的以外 基本上都是古代人类人工开启的 小型或者自然形成的迷宫 基本和个洞穴一样 不会有什么危害 但一旦机缘一到 被迷宫捕获的人 成为了迷宫之主 它的欲望会催使迷宫迅速膨胀 并且个性生长 用比喻的话 迷宫之主类似于汽车钥匙 只有它转动 才能点燃引擎让车行驶 相反 如果核心丧失诉求或者心愿已了 打不着火了 迷宫自然也会停止生长 逐渐萎缩 这迷宫有了扩张的圆动力 钥匙没有问题 下面就是燃料了 迷宫的成长需要大量魔力 那魔力怎么来 除了一空间带出来的 肯定还要本地化外送嘛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让外部那些蕴含魔力的人类 心甘情愿的往这钻呢 诶 这不就要搞点踩头不是吗 那么精灵和矮人大战的古战场遗迹 就是最好的 地利 为了搜刮这些遗迹中的精英财宝古法秘籍 人们蜂拥而止 迷宫伺机而动 将它们的魔力化为餐食 自养魔物 生成宝物 吸引下一波的顾客 而反过来说也一样 如果哪天因为路不好走 沿途没有好吃的小吃摊 旅店太贵等等诸多原因人不来了 迷宫遭遇魔力流动性萎缩 都不用什么高手出手 迷宫天大的野心也会自然崩塌 而有趣的是 迷宫也懂得可持续发展的这个道理 所以但凡人流量跑起来的大型迷宫都会配用 不老不死的诅咒 进入迷宫的人会自动被施语该诅咒 一旦离开就会解除 且只对人形的生物有效 中了术士后 即使肉体受到损伤 挂了 灵魂也不会离开 只要治好伤 30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 可见迷宫不但是活的 而且非常聪明 对举着刀剑盾牌冲进来的人类 没有敌意还给你套个Buff 欢迎常来玩啊 另外所有大型迷宫都有这样的特点 故事主舞台的黄金之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例外 冥冥之中也预示着虽然四散各地形式不同 但迷宫们有某种相通的根源 那具体是什么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切都在迷宫范中 本期说的迷宫范的基础设定 都还没有说到魔物之类的 就呼啦啦这么多 但这些讯息除了部分是摘自官方设定集以外 很多都是通过故事里的对话 演绎回忆表现出来的 一个架空的世界 但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让你感觉无比真实 好像只是不曾知晓的知识点一样 究竟老师 还真的和豹子头一样丢呢 喜欢本期迷宫范内容的话 还请记得订阅按赞收藏分享 看的人多我就多搞两期 能说的还不少呢 感谢收看不支持聊动漫 那我们下次再聊